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要和你们分享的是 Neutrogena 路德卿 他们出了一个新款的A纯 那你要选择旧款还是新款呢 我今天就是要讨论 还有呢 两个到底有什么不同 如果呢 你一直都有在看我的节目 你就知道我非常喜欢 Neutrogena他们出的A纯 我最近在Neutrogena他们的官网上面 看到他们出了新的A纯 我马上就很有兴趣 因为他们原版的A纯呢 已经出来很长一段时间 他们一直都没有再出另外一款 或者是更新他们的A纯 那他们的A纯真的是做得很好 然后价格又亲民 所以呢 我就很喜欢用他们 那在他们的官网上面呢 Neutrogena他有说 这个呢 不是抗老 这个产品呢 是抗皱 我觉得形容得非常贴切 因为其实A纯呢 不是抗老 没有东西可以让你抗老 它是抗皱 因为呢 你年纪越来越大 我们本来失去的胶原蛋白 就会越来越多 那用A纯呢 就是可以帮助你的细胞呢 再多做一点点胶原蛋白 那为什么A纯可以多做胶原蛋白呢 它就是可以刺激你的Fibroblast 你的细胞里面的成纤维细胞 让它可以多做一点胶原蛋白 刺激它 还有呢 它可以让皮肤里面一层 就Basil那个layer 让那一层呢 可以多刺激它的肢身 然后呢 让你的皮肤可以长出 就是新的 比较光滑的皮肤出来 还不止哦 它又可以增加你的皮肤的厚度 它不会让你的皮肤变薄 它其实会让你的皮肤增加厚度 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让你的皱纹呢 就是你的那些细纹呢 就是看起来 它就是看起来比较不明显 就是抗皱的 那它为什么可以做到 就是因为A纯可以深入的进到你的皮肤 这就是为什么 还有呢 它除了我刚刚讲的那些功能 它还有可以淡斑的效果 然后又可以温和的去角质 就是非常多功能 那这就是我新买的Neutrogena 它们新款的 一个呢 我买了两种 一个是面霜 一个是眼霜 那么我为什么很喜欢用Neutrogena 它们的A纯 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它们制造A纯呢 已经有超过50年以上的经验 Neutrogena就是Johnson & Johnson 它们旗下的 那Johnson & Johnson 就是1971年的时候呢 它们第一个做出Traden Erwin就是医药用的A纯 其实A纯一开始呢是给痘痘 长痘痘的人用的药 结果呢这些人用了痘痘的药 发现它们痘痘不仅变好了 它们发现它们的皮肤也变得光滑 然后发凉 然后又可以抗皱 就是因为这样 才慢慢发现A纯呢 其实有抗皱的 然后其他很好的功能 还有它们有很多研究 它们不是只是出一个产品 然后呢就告诉你们 哦这是它们的A纯 一定有效 不是哦 它们的A纯是有经过研究 它们有超过100个以上的研究 还有5000个病人 用在它们的身上 然后有看到效果 它们的研究是 在一个礼拜过后用完A纯 然后病人就发现说 哦就有蛋斑 然后有细纹就是有慢慢消掉的感觉 然后呢用完四个礼拜以后呢 它们就发现它们比较深一点的 像这边的这个眼角纹啊 然后呢额头纹啊 就比较看起来比较不那么明显 所以呢就是它们背后有很多研究 这也是为什么我信任它们 这个品牌它做的A纯 那它新版的呢叫做Retno Pro Plus 原版的那个叫做Rapid Wrinkle Repair 那我们现在来比较一下 新款的这个眼霜 还有旧版的这个眼霜 原版这个我买了 不知道大概十几二十支 最少以上 我非常爱用这个眼霜 我不能没有它 那我用它的长期的效果就是 我觉得很有效 因为我非常爱笑 如果你们有发现到的话 我很爱笑 所以呢它呢就是可以帮我抗眼角 眼周的皱纹 还有呢我用过非常多贵的平价的眼霜 我什么都试过 有很多眼霜用完 我觉得没有什么抗皱的效果 或者是用完以后呢太滋嫩了 然后就开始长一粒一粒的 然后这个不会 但是有很多眼霜用完 就是会长一粒一粒的 还有呢如果你要用这些产品的话呢 当然是越早用越好 不要等到说皱纹已经很深的时候 你再用 那就很难了 一定要趁早使用 还有我爱它们眼霜的A唇 也是因为它们够滋嫩 有一些A唇的产品眼霜呢 用完以后擦得干得不得了 那我就会想说你很干的时候 你不是反而会皱纹会更多吗 可是这边它们的A唇是滋嫩的 新款的眼霜呢 打开来是讲这个样子 它有一点点像是 我不知道很难以形容 有点像是果冻 不知道就是打开来的时候呢 它就是像一个果冻的样子 那其实说老实话 擦上去的结果呢 旧款的呢挤出来 是有一点点液体的 新款的那种呢 质感好像是JELLO 但是呢很奇怪的就是 当我推开来啊两边 其实感觉是差不多的 如果我今天这边用这个 然后那边如果我眼睛擦完以后呢 你告诉我说要我猜哪一个是哪一个 我真的还擦不出来 所以它的质感对我来讲是很类似 可能这个呢会稍微更稠一点 就稍微更thick一点点 但是两个人用完以后呢 其实差别不大 那这两个的成分呢 其实也是有一点点的不同 新款的呢有加了两个成分 一个是peptide 就是也是抗皱的一个成分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维他命C 但是呢维他命C的产品 放在一个top里 因为维他命C比较不稳定 所以放在一个像这样的top的这种产品 我就会担心它的稳定度 对我来说我觉得明星成分是A醇 那这两个如果我一定要选择买哪一个的话 因为今天最主要就是 新款的好还是旧款的好 我会选择选旧款的 原因第一个我喜欢 它直接可以从这个挤出来 再用到眼睛周围 这样我会觉得就比较卫生一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我觉得因为他们的容量呢 是一样的 两个都是0.5oz 但是呢如果你现在到亚马逊去买的话 这个是卖28块 这个是卖13块 所以呢当我看到这个在卖28块的时候呢 我马上呢就是到亚马逊就在囤货 就是这个因为我觉得它卖的真的价格太便宜 我有一种预感就是保养品真的是要涨价了 它们已经涨价了 但是我觉得这一支要涨价了 因为13块现在这个价钱 我不知道你要到哪里去找到 所以我马上就去囤这个货 结果就发现说现在的货越来越少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很希望说他们不要 就是停产这个这一系列 因为我觉得这一系列这么棒 卖得这么好 所以呢希望他们没有要停产 但是呢他们有限制我买的数量 有一次呢我只能够买三支 所以呢我就跟你们大家讲一下 Neutrogena涨价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Neutrogena卖太便宜了 我跟你们讲真的 我一直都没有讲 因为呢我不敢讲 我怕他们听到我这样讲 他们就真的会提高他们的价钱 真的我们的药妆店呢 最大的品牌就是Neutrogena Ole还有L'Oreal这三个品牌 那么我每次都觉得Ole好贵 Ole的价钱基本上已经是中价位 它已经不算是药妆店的价钱 它是中价位了 大概四十块左右 那Neutrogena呢一直都在大概二十块钱 这么多年他们都没有涨价 但是最近通货膨胀真的很可怕 所以我觉得呢在多方面压力下 他们要涨了 所以这个影片呢其实我是特别提前播出 因为我有预感东西要涨价了 那么就像我刚刚跟你们讲 这个眼霜现在这一条呢是卖十三块钱 但是你一次呢只能够买三条 我提早播出也是希望说 你们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呢去买 我希望或还有还有呢就价钱还没有涨得太夸张 再来下个礼拜就是十月十一还有十月十二号呢是Prime Day 所以呢可能有一些deals啊就是大家抓紧机会 再来我要讲的是面霜你们都知道我非常爱他们原版的面霜 真的做得非常的好 第一个要讲就是他们的包装 以他的价钱他的包装可以做到这样真的是 还有他的包装呢做出来他是保护里面的A唇的 这个很重要 所以他的包装呢是非常坚固的 不是一般你到要创电他的包装是有点点塑胶 可是因为他要保护这里面的A唇 所以他的包装呢设计的很好 那么新款的包装呢其实也是类似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就是换了一个颜色而已 但是基本上他们的包装呢是一样的 那再来他们的两个的不同呢是 新款的包装上面他是写0.3浓度 他有列出他的浓度 那原版的A唇浓度呢他并没有写出来 所以你并不知道他的浓度是多少 这是第一个不同 那第二个不同呢是旧款的他会告诉你 他是有SA就他们的专利 他们SA就Sustained Action 意思就是他你插在脸上呢 他刺激性会比较小 因为他是慢慢的release这个A唇 所以呢你会感到的刺激就会小很多 新款的他并没有这样子写 那么呢我试完了新款的A唇呢 我觉得他的感觉真的也是蛮像原版的那样子 都是非常的保湿插上去 有淡斑的作用温和的去角质 重点是说你用完以后你的皮肤呢就会感到有一点就是饱满的感觉 然后呢会发亮 那么如果呢你没有看过我讲A唇 你想要详细的知道怎么样正确的使用A唇的话呢 你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 用完新款的A唇我的感觉是喜欢的 我本来就很喜欢他们家的A唇 就他们新款也不例外 还有呢他虽然这个A唇呢有比较高一点 可能比原版的高 那么我用完呢我也并没有感觉到有刺激性 他给我的感觉就像原版一样很温和 所以我的感觉是他们两个是蛮类似的产品 只是这个呢A唇可能相较于稍微高一点 但是这两个的价钱不是一样的 新款的呢是卖官网是43块 然后这个呢是卖31块钱 光是价钱呢我觉得就差蛮多的 还有讲容量 他们两个都是同样的容量 1.7 ounces 可是这个很明显的 这个原版的会比新版的要大很多 就视觉上就很奇怪 为什么这两个容量会是一样的 那么这两个的话我会选择哪一个 我觉得两个都是很好的产品 我觉得你买他们的A唇都不会买错 但是如果我一定要选择的话呢 我觉得我还是会选择他的旧款 除非他们停产 我会继续使用 因为第一个讲价钱他就赢过了新款 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我用完的感觉 还有看完他们的成分啊 两个非常类似 但是呢可能这个A唇的浓度会比这个高一点 所以呢如果你今天很在乎的话 你想要就是高一点点的话 那你就选新款 但是我自己呢本身还是偏爱旧款 所以今天比较完新款还有旧款呢 用完的感觉还有看完他们的成分 两个呢就蛮相似的 但是因为旧款真的做得太好 太多人都喜欢用它 所以我觉得你要他们再出一个产品 要超越原版的 是非常难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多要求什么 所以他们今天出新款 我是蛮高兴 而且呢我希望他们以后呢 还可以出浓度更高的 比如说1%的A唇啊 然后今天讲完了我就觉得有点失望 因为我现在发现什么东西都涨了 那现在路德卿的产品 也慢慢快要到中价位了 当然我也不能这样看 因为更贵的就是像专柜的产品 他们价钱只会越来越高 so this is where we are 希望你们看完影片呢 可能开始要想一下 有没有什么一些产品 你们平常很喜欢用的 不能够没有的 然后现在的价钱呢 还算合理 要是我的话呢 我现在就会开始囤货 因为我不要他们缺货 还有呢我不要他们涨价 涨得太夸张 好那我就讲完了 如果你们今天喜欢我的分享的话呢 还有支持我的频道 请按赞 还有不要忘记订阅 开启你的小铃铛 好那我们下次见啰 bye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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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